那上面可能有些噴擊說這是台北的台產啊 或這是國產書的台產 但其實公有地圖如果認真把它做一些運用 可以做一些社區空間或者是甚至社會住宅的政策 都需要公有土地來做一個支持 那其實就數量來說我們台灣有六成的土地是公有土地 所以想像上一個台灣地圖 真的把公有土地的地方標起來的話 它其實是有六成的面積是這個事情 但是目前當然就不曉得他們精確而完整的資料在哪邊 那最近是有一個SHIDA這個朋友 他把國產署已經公開在他網頁上面的資料抓下來 所以包含有北區、中區、南區 也就是說比較接近這個至少是全台灣的分部 雖然他不是全部啦 他只有國產署下面所管理的地方 那還有他同時有稍微抓了一下台北市政府 自己釋出的公有土地 那之前我們做過一個台北市的天龍特工地的部分 所以其實今天比較是想招募朋友把 這批資料跟這一個一萬四千筆的資料 可能想想看怎麼樣做這個整合 然後如果各位是比較關心像是土地資產的法令議題 或者是最近內政部在談那個地級資料的時候 會不會有機會把公有土地的資料同時間開放 這也是最近在想的事情 那之前我有去Jone這個網站提這個 針對憲法裡面談公共土地跟土地法之間的衝突的問題 例如說我們的所有權人其實都還是寫中華民國啦 其實不是寫特定機關 但是在土地法裡面被載化成可能是特定機關所有 這個問題是你們還沒有那麼正面去談 例如說我就舉一個實際最近案 這是最近台北市政府想要針對建坦新年活動中心那一邊 希望把它改成一個比較像失地的環境 所以它的產權基本上都是所謂的中華民國 然後各個機關這樣講 那到底是一個機關可以去討論這件事情 還是市民有一個管道 在實務上不可能是全台灣 全台北市市民來討論 但是怎麼樣把這樣的精神 體現在這個規劃過程裡面 就是還需要去創造這樣的方式 有例如說像都市更新 其實都市更新這樣的 這是國務省黨部後面的一個更新案 其實它其實就有一個地號資料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地號資料把它畫在地圖上 就是可以看得到這個都市更新案的顯況 所以就是歡迎就是跟地號有關 或跟公共土地有關 對這些議題有興趣的人可以來找我們 好 那我們這個就要先打 下一個是你 好 歡迎主要位 下次 literal preparing 幹一下